這個真的有正面槍氣球來的時候 歸棒 三陣出局 巨大無比的三陣兩出局 一點氣泡跑著當然就不管他了喔 沒有想到今天打得非常出色的黃潔喔 在最關鍵的時刻他被三陣 投手那個振奮 難享用 這個是不是在問說要做這個 直接宣告故意四壞球保送的 不投球的但聽起來好像是 你就是要四球投出來 那如果有投球的話你就要很小心這個 過早離開這個本壘區這樣子的投手犯規喔 現在如果出現這個 哎呀才在講啊 不是這樣子的動作啊 這個他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變成了一個再見的投手犯規 投手 這個喔要先蹲在本壘的後方 手是比出來然後等到那你可以先站起來 那手比外面一點之後 投手出手的出手完你再跳出來 就不會有事 但是你出手前你一開始就在外面那是不行的 對 這時機點其實蠻清楚的喔 我們剛剛在講最怕發生就是這種事情 因為 因為學生棒球在這一塊基本上是很少很少去使用 是 那因為如果是做這種 誒我說我要保送 那不投球的話就沒有這種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那學生你 不是用這個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必須要投是好處是 就讓他們有這種經驗 就是有這個磨練 哇只是這個現場當然會討論一下喔 那志朋教練當然他過去也曾經是職業選手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只是呢他現在要去維護他球隊的權益 是 因為沒有想到最後這個制勝分是 這樣子產生的 嗯 投手的再見 再見反顧 這個時候你直接站出來就不行了 然後你看主審的手勢 一開始他就有講了喔 不可以出去 對 對 不可以 這尊阿伯告那個是 台命股啦 繳學費啦 繳學費啦 那個台命股 嗯